男子说他本来不相信鬼神的事 觉得鬼怎么可能会救人 可儿子刚刚说他看到救他的哥哥 并清楚了描述哥哥的模样 这下他不信也得信了 李瑞颖反过来问小男孩看见哥哥吗 心里想年纪小的孩子好像看得见鬼 没想到小男孩用力的点头 并且手直直的直向前 说哥哥就坐在那里 话才落下小男孩居然笑了起来 李瑞颖又问小男孩在笑什么 小男孩回 哥哥说阿姨烤的饼干真难吃啊 阿姨心情要事不好就别烤饼干了 准备可乐就好了 这话让李瑞颖羞愧了想早洞钻进去 回头瞥淼淼一眼 淼淼怼怒无其事的喝可乐 小男孩把花束放在桌上 对苗苗说哥哥这是金沙花束送给你吃 谢谢你救了我 苗苗开心的换品尝金沙 李瑞颖和男子聊了一会儿 男子就牵着小男孩走 离开前小男孩还对苗苗挥挥手 苗苗也对他挥挥手 等他们走了 李瑞本想质问苗苗为什么要丢他的脸 可看到苗苗难得露出调皮的样子 他才缓能诈悟 这才是孩子该有的模样 他仔细的观察苗苗 记得当初发现苗苗时 他全身散发了怨气 也不跟他讲话 后来他不断的和苗苗沟通 怨气才突见的消散 现在一看苗苗的身体虽然是惨白 但他整个人变得和孩子一样同心快乐 想到这点 李瑞颖的气马上的烟消雨散 只要苗苗开心就好了 见到苗苗吃金沙吃得那么欢喜 决定以后准备金沙跟可乐就好了 当李瑞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施文琪慌慌张张的跑出来 大声的喊叫李瑞颖 李瑞颖回过神了 问施文琪怎么了 干嘛喊那么大声 施文琪却反过来问李瑞颖 干嘛站在这里发呆 李瑞颖回 没有 刚才遇到一位小男孩 来感谢苗苗的救命之恩 施文琪好奇有问什么小男孩 李瑞颖说 等一下再跟他说 问施文琪发生什么事 施文琪差点忘了正事 迅速的拿出报纸给李瑞颖看 李瑞颖一看报纸 这条件事 头版写着知名的富商因公司破产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再加上无力偿还 西同妻子在车上烧炭自杀 且后车上发现的另一名男子 窝子上有可疑的勒痕 警方怀疑是富商仙雷壁的男子 在和妻子自杀 李瑞颖看完 语气平淡的说 这则新闻真恐怖 可施文琪要李瑞再看清楚这三位死者的名字 李瑞疑问施文琪反应过度 但还是照施文琪的话做 不看还好 一看不得了 这三位死者是吕沁亭的父母跟辩护律师 他抬起瞠目解舍的脸 对上了施文琪 施文琪说 吓到吧 他刚才也吓了好大一跳 没想到报应来的那么快 所以说 人千万不要做坏事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坏人最终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只是不知道 他们三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居然会自相残杀 现在清玄哥一定在审判他们 最好判重一点 关在地狱都不要出来 免得又出来害人 听到清玄哥的名字 李瑞想起那时问清玄哥 要不要抓他们的森林 下去受罚 当时清玄哥说不用 说他们很快就会去地狱 而且他不想判刑罚 直接让他们从第一层的地狱 走到了最后一层 原来清玄哥 早就知道他们三人会死 那么清玄哥 是怎么做到闷不吭声 在盘观看他们的造化 他说过 每个人都有来到这世间的业力 就算他是神 也不能随意的去改变 李瑞想到这 他突然明白了 他对萧锦娃式的执着 让清玄哥造成多大的困扰 原来清玄哥一直在包容他 第57章 忙了一天 大家回家休息 世文奇直接的倒在沙发上 又难的个性 又跑出来 是宋坤翻白眼的 打世文奇的大腿 指他才稍微固定 就累成这样 人家蓝青青的 今天一整天都在忙电脑的事 还要帮忙固定 人家都没喊累 他在累什么 世文奇忍不住的抱怨 说今天是难得的假日 他本来想睡晚点再起床 结果一清早 就被叔叔拉起来做事 他不管啊 明天他要睡到中午才起来 世中空实在受不了世文奇的懒 李平呵呵笑 说大家累了 早点休息吧 这时 门铃声响起 李锐离门比较近 所以他去开门 站在门外 竟然是雪破跟阿黎 李锐欣喜他们回来 退到一边 让他们进来 雪破一走进来 世文奇忍不住的调侃他 不是有钥匙 怎行按门银啊 该不会是年纪大了 忘了带钥匙吧 雪破铁青了一张脸 口气不好 要世文奇起来 不要让外人看笑话了 世文奇不懂啊 起身了看雪破 跟后面的阿黎 说没有外人啊 只有他跟阿黎 雪破却哼一声了 往楼上走去啊 阿黎尴尬的喊 雪松大人 进来吧 一句雪松大人 大家纳闷的往门口看 进来了是一位气宇不凡的男子 他穿着雪破平日穿的破洞牛子裤 及衣服 但冷峻的眼神 令人不寒而栗啊 牧尘神尊亚裔啊 问雪松怎么来人间呢 雪松恭敬的 对牧尘神尊取公 才挺直了身体 就看到李瑞颜脖子上的胡亚 认了一下 阿黎见大家狐疑的样子 赶快的介绍 这位是雪松大人 是领圣妖王第四个儿子 因为妖界近日有些不安宁 加上要照顾小乐 所以临圣妖王要留在妖界 但他不放心大家 所以让雪松大人来人间保护大家 诗文贤一听到自己又有个哥哥 立马从沙发上弹起来 快步走到雪松前 由头至脚打量雪松 雪松还是一张冷酷的脸孔 不悦说看够了没 诗文贤发出了嘚嘚声 说他这个哥哥的脾气真差 跟雪破差真多 没想到雪松却说 他不是他的哥哥 他跟九尾胡祖 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在那里半路任亲戚 手还推开了诗文贤 诗文贤不高兴了 手插压指责雪松没礼貌 居然敢欺负他 信不信他叫雪破来教训他 没想到雪松不怕还求之不得 牧尘神尊出生的祖子说他们两个没规矩 在别人家还敢大声的喧闹 到底把主人的颜面放在哪里 诗文贤生气的扁嘴 但雪松还是冷酷的脸 牧尘神尊向李平跟周天琪致歉 指孩子们太小孩子气了 请他们别见过 李平说没关系 孩子间的吵闹本来就正常 说雪松既然要住下 那就让周天琪带雪松去他的房间 周天琪呕呕一声 带领了雪松往楼上走 等雪松不见了 李平才问牧尘神尊怎么回事啊 牧尘神尊说这是别人家的家事 他不应该在人的背后议论啊 唉 深深的叹气啊 第五十八章 诗文贤闻出了八卦的味道 要牧尘神尊快点讲 牧尘神尊无言以对啊 明明这是诗文贤家的事 为什么要他这个不相干的人来讲 为什么诗文贤要忘记前世的事 唉 当初就不应该来人间躺浑水啊 吞吞口水讲领圣妖王与王妃本是一对相近如宾的夫妻 只是后来领圣妖王爱上了王妃的贴身丫妖 并且令这名丫妖怀怀 这是让王妃知道后大闹一场 也不晓得领圣妖王是怎么找到他的 还说服雪松来人间啊 阿里插嘴 说雪松大人离开妖界后 曾来找过清玄 当时雪松大人的脸色并不好 清玄劝他先回去赤湖族人那里 等他心情平复了 再回妖界吧 这次是因为九尾湖族内 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幼湖 于是清玄想到赤湖族 就和领圣妖王雪破 前去找雪松大人帮忙 在雪松大人的寻找下 结果找到了一个刚难缠死掉的母狐 他们从母狐的腹中取出了死胎 成功了把鬼子移到死胎内 现在鬼子已经变成活蹦乱跳的小赤湖了 阿里看蓝清清说 领圣妖王要对他说声抱歉 因为他擅自的帮孩子取名为小乐 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 希望孩子以后能平安喜乐 阿里也要蓝清清放心啊 小乐现在有领圣妖王的照顾 身边还有许多的幼湖与他作伴 他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对了 萧锦华也知道这事 蓝清清感激不尽了 不停的说谢谢 眼泪一滴又一滴的滑落 李平搂着他的肩膀安抚着 牧城神尊明白了 他想说奇怪 领圣妖王怎么会找得到雪松 那雪松会来人间 应该也是受清玄的请托吧 阿里不敢看李瑞颖回队 明界来了很多恶鬼 加上要找红旭 清选还不能回人间 李瑞颖听完后 没有任何的反应 平静的站在那里 顺文奇头疼的问他 他到底有几个哥哥 还有他为什么叫雪松 不是和他们一样 名字后面是破字吗 还有雪松跟赤虎有什么关系 他不是九尾虎吗 阿里回答 子领圣妖王和王妃生三男一女 和雪松的妈妈只生他 所以施文奇总共有四个哥哥 雪魄最大 雪松排第四个 他排老妖 至于名字 这要问领圣妖王才会知道 至于赤虎族 因为雪松大人的母亲 真生是赤虎 所以赤虎族与雪松大人关系一直友好 只是他算是半个九尾虎 与雪破大人纯正的九尾虎不太一样 结果施文奇心直口快的说 那不就是杂种 牧尘神尊听到杂种二字 泱泱不悦而刺着施文奇口无责然 雪松再怎么样也是他的哥哥 他身为妹妹竟敢对哥哥不敬 施重坤也念施文奇用词不当 雪松是他的哥哥 不能这样称呼哥哥 施文奇有点委屈了 说自己讲太快 没有其他的意思 但牧尘神尊不买账 说是无心还是恶意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别以为前世是九尾虎 就能自命清高 鄙视其他的物种 雪松是他的弟子 谁敢欺负他 他绝不饶恕 施文奇想再辩解什么 被李瑞颖阻止 李瑞颖当起了何世老 对牧尘神尊说 大家相处那么久 施文奇是怎样的人 牧尘神尊应该很清楚 他就是个职场子 所以才为老是得罪人 请牧尘神尊不要和他计较 牧尘神尊严肃的甩袖子 说他不想再听到杂种这二字 要他行事多顾虑别人的感受 雪松自从丧母后 脾气变得殷勤不定 万一惹毛了对方 被人修理 看谁会来救他